如果不能使用兵中法术 你还有宝宝冲上传奇碑吗 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有些荒谬 但确实已经有人做到了 本期视频的主角 正是这位270体的宝宝号 这位宝宝号最亮眼的地方 不是他超高的等级 也不是他没解锁任何兵中法术 而是他只用一个勇王 加上收来的援兵 一路从零冲到了传奇碑 至于他到底用的什么援兵 大家可以先自行猜测一下 宝宝号上传奇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这么一位零防御零科技的宝宝号 通过这种方式上的传奇 属实是非常罕见 幸运的是进攻一番曲折 我也联系到了这位宝宝号玩家 他非常爽快地 给我们公布了自己的冲杯过程 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宝宝号 他每次被打都是必定被三星的结局 而且一掉就是二三十个杯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进攻记录 从这整齐华一的配兵可以看出来 这位玩家使用的援军正是超级哥布林 随便点开场回放 再来看一下他具体怎么打的 像这场进攻的对象 是摆了个非常漂亮的中株阵 大北营就直接放在了最边缘 那这没啥好说的 直接用援军超级哥布林爆本就行 然后这两个冰冻也是赠源来的 可以随时动一下大北营 或者周围的建筑 但是像这种摆给的阵型 毕竟还是少数 不知道搜多久才能遇到一个 那如果遇到大北营在阵型中间的阵 该怎么打呢 来看这场 对手是个满防十字门 而且大北营在阵型最中间 我们这位玩家直接下了对空状态的勇王 注意此时下的飞艇也是赠源收到的 勇王没鞋开大时 飞艇正好蹭到了心身 同时反手动入了一面的吹风机 让飞艇能够顺利在阵型中间向落 释放超级哥布林 这种打法说起来简单 但其实还是有不少细节的 成功一次或许不算什么 但如此操作重复成功期百次 就足以看出这位玩家的胆大心细 在这里我们也再次向这位 毅力与实力并居的玩家表示感谢 部落之大无奇不由 以上就是本期部落新鲜事的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是从前世大神